今日我家市占國舉辦粉絲見面會 五位演員現身美麗華玩起嫌妻打領帶遊戲 來和粉絲比大聲 小五哥剛剛被兩位美女打領帶有沒有被電到啊 電流比較如何 其實我覺得林瑞亞是閃電 她相當的刺激的一道閃電 但是我太太Melody 張家晴 她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直流電 非常的穩定 就是一直電 一直電 一直電 閃電 vs 直流電 那比較喜歡哪一種電流呢 直流電 因為直流電嚴格講起來 它的電壓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閃電呢 讓每個人都會看得目眩神迷 剛剛在打領帶的時候 Melody和洛雅的感覺是如何呀 其實想打我的臉 沒有高興你們在想到說 我剛剛在後面練的口訣 已經忘光光了什麼 然後讓一圈由內到外 然後讓一圈在內到外 就全部都混了 對 我剛剛一直在想我的口訣是什麼 因為麥子剛在後面幫我練 對 我都忘光了 我就是不會打領帶 所以我就是很迷糊的狀況 然後小五哥又很會放電 我就快被電死了這樣子 就頭昏腦脹的 差點昏倒 對 都不敢看小五哥 都不敢看他 真的 聽說這部戲給演員 帶來了一些小小的困擾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呃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尺度一點都不大 其實我還可以更大 更大 更大 後面還有更精彩的 對 而且說實在話 戲劇就是很真實很忠實嘛 對 既然是跟太太在家裡面 有個happy hour 愉快的時光 那一定要很真實 對不對 對 你很少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篇報道指出 穿著上衣其實是代表誠意不足 上衣一定要脫掉 整個視覺感官才會比較好一點 很誠懇 對對對 其實呢我只要一進攝影棚拍我家戰國 我就把那裡當成是我的家 把那張床當成是我的床 把床上旁邊的Melody當成我的 健身的 不 幫成我的太太 對 為了Melody 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跑步運動 我希望帶給他一個煥然一新 截然不同的感受 不可諱言 因為夫妻 你問一下 天底下哪一位夫妻被小孩子看到 一定會尷尬的 應該沒有說趕快來看這種事情 而且 我在演戲 而且 我兒子13歲 他補習辛苦了一天回來 看到他爸爸 赤朵的上半身 跟一個不是他媽媽的女人 而且在電視機裡面 雖然不能說肆無忌憚 但是也可以說是蠻盡情的享受 那張床的舒適 他當然會覺得奇怪 你小孩有看到嗎 我沒有 我沒有讓我小孩 我怕他們錯亂 因為他們已經很錯亂 說媽媽 出處是你的女兒嗎 我說不是 這是假的女兒 他說那這個真大函 我說這個都是假裝的 假裝的 所以我沒有讓他們看床戲 那你有可以解釋為什麼 你跟戲裡面假裝的先生 睡在一起了嗎 我只能講說有一次 是哪一集 我忘了 我們還沒有到床戲 但是我們在對話 然後我的大女兒才五歲 就突然間坐在那邊這樣 臉很紅說 媽媽 我看得出來 你很喜歡真大函 然後 我的真的先生說 你看看 你們演得多入戲 連小孩都會不好意思 然後我說 唉唷 戲嘛 對不對 你講的那個Olivia 跟那個誰 Bibi一直在跳我家是戰國的舞 對對對 對 我兩個女兒很喜歡跳 我家是戰國的舞 戰國舞 然後他們還要叫我 幫他們拍攝 他們邊跳邊唱 然後我還要拍攝 很可愛 Melody覺得小五哥是個幼稚的孩子嗎 他是 他就覺得我國語不夠好啊 很好啦 我覺得他國語其實是一直在進步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大家不要再去模仿他 Stop it Stop it 都是你開始的 你還看人家Stop it Stop it 我跟你講 本來都沒有人 幼稚 真的很幼稚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三歲的小孩 住在一個熟男的身體裡面 三歲嗎 一歲吧 三歲 因為三歲才會講 Stop it 一歲還不會講 以前都沒有人 說我口音怎麼樣 就他開始以後 大家都開始模仿我 真的 沒有大家以前 算了無所謂了 以前不是沒有人講 你是大家不好意思講 他講完以後才發現 你不會生氣 大家就一定說了 你的待遇都說得不好好了 算了算了 無所謂了 很可愛 沒有就是你的特色 對啊 無所謂 我很大方人家要 好啦好啦 不鬧你了 最後跟喜歡你們的粉絲 說說話吧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剛開始加入我們的朋友 非常歡迎你 我們歡迎更 越來越多的朋友 加入我家是戰國的行列 來到了我家是戰國 我們會帶給你的歡笑 然後帶給你 很多跟你貼近的一個生活現實 加入我家是戰國吧 你絕對不會後悔 謝謝大家 ETV新聞網採訪報導